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23岁的张宇飞 说获两枚金牌与两枚银牌 他目前是中国游泳选手 单届奥运赛场 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也是本届奥运会 获得奖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 对于这样的成绩 与前张宇飞在接受 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也会有压力 但压力和动力相辅相成 自己会更有动力 作为游泳队里的飞姐 他说 自己在朝着更高目标努力的同时 也会帮助小队员快速成长 现在成了队里的大姐姐 大家也会飞碟飞碟地叫我 我也会有一点开心 我会自己朝着自己的目标 更高的目标去努力 并且带领小队员去帮助小队员 朝着他们的目标 我们一起冲击 女子100米蝶泳中西拜后 张宇飞对着转步镜头 露出甜美笑容 对于那场比赛 她认为 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 面对最多的不是成功 而是失败 每一次失败 都是为自己吸取教训 增长经验 大家在看到我100米电脑拿到银盘以后 很多人会担心我说会不会很失落 很难过 心态调整不过来 其实不会 奥运银盘也是我在奥运历史上 我的职业生涯中拿到第一枚奖牌 所以我挺高兴的 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失落 而且大家前八名的水平都是相差无几的 并没有说我一定就是冠军 我只能说尽我所能去拼 在东京奥运会九天的游泳赛程里 张宇飞是当之无愧的劳模 她几乎每天都有比赛 参加了六个项目的比拼 同一天内 参加女子200米迭泳决赛 女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在收获两枚金牌的同时 她更感受到队友带来的感动 其实是他们三个鼓舞了我 在200米迭泳颁奖之后 我迅速进入到200米自由泳接力的简陋 他们三个人就 以最快的速度冲上来围着我抱着我 说飞姐你好棒啊好厉害啊 我当时就一下被这种情绪所感染了 也是那一刻我们四个的心 一下就团结到了一起 张宇飞在此次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 也让民众对她三年之后 巴黎奥运会的表现充满期待 而眼下张宇飞正在计划着 在全运会上延续好的竞技状态 我觉得无论比赛大小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比赛 都一定要全力以赴 这才叫尊重比赛 尊重对手 尊重自己 虽然说在奥运会上 自己打了很多枪 感觉比较疲惫 但是隔离 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以后 自己的身体状态 也是恢复得不错的 所以在全运会上 我们会继续努力